Yo start! 大家好,我是Galaija 歡迎回到你的頻道 很久沒見過大家 上一次見大家已經是年頭的年宵 時間了十個月,我終於要放試集 跟大家見面 時間在10月24至25日,星期六日 就1點到8點 在旺角、朗豪坊 對面有一個叫上海街618 他在吃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食物 SomaSoma的旁邊 會在地下的活動空間放試集 原本我今年參加了一款 Illusphere 2的東西 但因為疫情關係延遲到下一年 但主辦的機構發現 上海街618這個地方 可以搞一個小型版的Illusphere 就是1.5 所以我就很臨時 早兩三星期交錢參加 裡面聚集了不同的插畫家 去賣他們的產品和展示他們的畫作 所以裡面只有插畫的東西 就不是平時買手作、香薰、衣服、飾物等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看插畫的朋友 都一定要過來看看 首先 既然有試集當然要出新的產品 但因為時間非常闖出的關係 所以我只出了一件事 專心做好一件事 就是講了很久的Schedule Book Yay 大家有留意我最近畫的東西 就是以啡色為主調多一點 因為用藍色好像用得太久了 所以就用啡色 今天我這個裝盤 都是配合我整個Tone 我去試集的時候都會這樣穿 好像沒什麼用的 這個資訊 好,我們現在介紹一下Schedule Book 首先大家可以單買這本Schedule Book 或者是買貼紙套裝 就是這樣一套就行 就這樣買這個也行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設計封面的時候 我想了很久 我又不想它太花 我想簡單一點 但太簡單 我又覺得好像對某些人來說 會覺得很單調 所以我就想了貼紙套裝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 嫌它太齋的話 可以貼一些貼紙去自己decorate 當然它是可以貼在其他地方 因為我做了一個膠的面 是一個令面 所以大家知道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電腦 都會有少少防水的作用 不會很快爛或者髒 全部都是在做不同的活動 大家買回去就可以慢慢看 然後呢 說回Schedule Book 封面就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圖案加一個這樣的字 還有旁邊就做了好像比較西式的 Notebook 那些邊 所以看來整件事就會西洋一些 而主題就在我這個封底那裡寫了 就是叫做 We all create our own masterpiece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大師級的作品 那這件事不只是說創作方面 不只是說你什麼畫畫 跳舞 雕塑等等 其實在任何範疇都可以去做你自己的 masterpiece 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工作範圍上面 你自己的興趣上面 你人生的一些目標上面 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是你的 masterpiece 所以不只是說藝術方面的東西 希望可以鼓勵大家 其實不需要跟別人比較 你只要做出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的東西 甚至是超越過往的自己 去做出更好的自己 這件事是希望鼓勵到大家 那揀開第一版就會看到 Story Begins 就證明新一年是開始了 這個是單身狗噴一個雕塑 就是大家可以有一個新的突破 就是不需要驅勵 雕塑一定是一個灰白色 你可以噴顏色上去 那下面就給了一個環間 大家可以寫來的新的目標 想達成一些心願 或者一些個人資料都可以的 那這次的Schedule Book 基本上就是只有12個月的格格 還有幾版note page 就沒有做太多東西 但是因為我的尺寸是接近A5 所以裡面每一格都是非常之大格 是絕對夠大家寫每一天 可能要交的東西 或者要做的東西 我的房門開了 那首先呢 講一下上面 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我就用了日文去代替 就是日月火水木金土 而且因為日本的新年其實是一月的 所以我就把一月的月份畫了一些日本新年的東西 在裡面 然後呢 二月呢 就是笑不免關於情人節 我也不想的 但是 沒有阿龍阿豬有一個做主角的地方 但是呢 除了情人之外呢 也都有單身狗在這裡 即是符合大家有拖把和無拖把 這個月份呢 都是有適合你的角色在裡面的 沒錯啦 哈哈 接著呢 第三個月呢 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令人 不知道怎樣的月份來的 三月是 也不是冷 也不是熱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日子 所以就畫了一個 很適合睡覺的圖案 其實呢 我想掙扎一下大家意見 它叫什麼名號 因為呢 Disney老鼠這個實在太長了 而且是 怪怪的 所以想給它一個短一點的名 所以大家想到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聽 還有呢 一直以來呢 它的樣子都很兇 對啦 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把它呢 變成一個可愛一點的樣子 基本上呢 就是這樣 那四月呢 就是呢 春天都正式來臨 所以呢 就畫了一個 富士山 富士仔做主題的一版 那因為其實呢 大家平時看櫻花 最旺盛的時間 應該是三月底的 但是我自己呢 因為以前呢 基本上都是四月頭去 因為裸架會比較容易 和便宜一點 所以呢 我印象中呢 我對我自己的人生來講呢 四月是比較看櫻花看得多的月份 所以我就放在四月 然後呢 再加上是復活節 所以還給太陽君一個套耳仔 這個就是四月了 那五月呢 就是配合我今次的主題 就是像一個畫家的公仔 那就是隔離張畫他自己的自畫像 但是畫得英俊了很多 嗯 嗯 六月呢 就是端午節了 那接下來呢 其實是有一個新的角色 叫做菠蘿仔與師兄 這個是菠蘿仔 這個是師兄 那詳細的故事之後再跟大家講 會有拍片再跟大家講的 那因為呢 他其實就是 富士仔的朋友來的 那基本上我想 日本有一個山是很代表到日本之外 我覺得香港也可以有 那所以我就喜歡形象化做 一個菠蘿仔與師兄 那樣 那他們的樣子都好像一個種 那樣三角形 所以就中間畫了一個種給他們 就做了六月的主角 對 然後七月的時候 就是夏天的來臨 那所以就畫了他去 去菠蘿仔與師兄去游泳的一個場景 那這棵樹很搞笑 是好像椰樹 再混合菠蘿仔在上面 上面再加上太陽棍 我覺得都幾像 寵物小精靈 然後去到八月 都是一些夏天的元素 因為其實還是很熱的 所以上面可能畫了一些 是夏製的水球 然後還有一些 比較消暑的 Image 的一些圖案 那去到九月 就是中秋節 沒錯 夏年的中秋節就是九月的 就畫了阿龍阿豬他們在那裡上月 然後又畫了菠蘿仔做了一個燈籠 那十月就是天氣開始漸涼的月份 所以都很適合去Camping 所以就畫了一個Camping的圖案 然後十一月就是 我覺得幾適合去日本浸溫泉的月份 所以就畫了阿龍和富士仔去浸溫泉 還有喝完溫泉 浸完溫泉一定會喝一瓶牛奶 到了十二月就是聖誕節 還有是咖哩漿的餐日 所以就用咖哩漿和朋友來做一個結尾 就是這樣 完了十二個月份 這裏我沒有講得很詳細 因為我希望大家買回去自己 慢慢再看 再看一些細節 因為其實都花了一些心思 最後其實都交了幾版 Note Page 就是這樣的 會有一句詞 在頂頂和尾尾都有 是一句句子 都是一些鼓勵大家的詞 還有三版都是有不同的圖案 而最後一版其實是有東西的 是一格漫畫 但這裏就不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一個特別的附錄 大家買回去才可以看 就是阿龍出酒記的第二個章節 第一就是在這裏 是一個動畫 應該在這邊 對 阿龍出酒記 我將它畫了一版漫畫 去交代之後的劇情 就是在最後一版 這本的尾尾就是A5 小一點 還有紙其實是很厚的 大家看到這個硬卡紙 是發聲的 而且裡面都有些紙 是 粗造感是十足的 即是會比較 食物水多些 而且都很厚的 可以看到 所以這本是不容易爛的 因為我不想做些很便宜 然後很容易爛的 Schedule Book 所以就是這樣 然後再配合這個貼紙 大家可以用來裝飾你的Schedule Book 或者是貼在其他地方都可以 可以單買這個 或者是這樣一套買都可以 這個就是我今次新出的產品 但是裡面細節的東西 就靠自己看看 還有我已經過濾了一些大家不想見到的 一些節日 在這裡 所以真的是完全 給香港人的一本 Schedule Book 今次的市集 我都會買回之前年宵的東西 因為 年宵的時候 Online訂購的時候 是訂多了貨回來的 所以大家 有些東西未買 可以去買回來的 基本上大致上 就跟年宵的影片 說的東西都差不多了 即是袋子、衣服、Pins、鎖匙、扣 先對招 然後呢 襪子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買的 所以如果未買的 就可以去市集看看 還有最後 這個新出的口罩套 我是未正式買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來買 是富士仔和富士山的一個口罩套 那這些東西 所有都會在市集完了之後 就會Online買的 那 即是10月25號 那時候 就可以大家上去網上 去看一下怎樣買的了 那 嗯 好久沒拍片了 那 希望到時候會見到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